弟兄姊妹,今天在靈修之先,我们一起向上帝祈祷。 请主,我们感谢祢,感谢祢今天透过启示录,再一次告诉我们, 祢是清楚知道我们的私言行为,我们心里所想的一切,主啊,祢是明白和细策。 祢在圣经说,祢知道我们的行为,我们好像有明星,我们好像活着, 但其实主啊,祢说我们是死的,父啊,叫我们在这个时候真的要警醒, 叫我们知道我们在祢的面前,我们是不完全的, 我们更加需要主你自己亲自的教会,帮助我们去回想, 我们怎样去领受神的福音,怎样听见主你的道, 以至我们今天能够懂得怎样去遵守,怎样去悔改,归向你自己。 父啊,如果我们真的不警醒,我们知道我们会被祢宰避, 愿主你的圣灵,上上去提醒我们,帮助我们明白, 在这个末世当中,我们更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。 就好像祢在圣经所说,得胜的也必要穿白衣, 而祢也不会在生命冊上涂抹我们的命。 父啊,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持守忍耐所相信的道。 因为我们知道,祢必定会保守我们,脱离要临到世间的试炼。 叫我们今天不要再不冷不热, 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表面腐足那么简单, 而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祢的面前, 我们是贫穷,我们是困苦,我们是灵里面是需要再一次被看见。 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心,敲门,上上提醒我们。 祈祷奉主的生命求,阿们。 亲爱的帝经指导平安,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零首分享。 在教会传统里面,圣诞的节旗又叫做章临期,或者降临期。 是很多传统教会都会遵守的一个节旗。 这个节旗一方面是准备慶祝耶稣第一次的诞生。 但这个节旗同时也是让我们基督徒警醒等待, 耶稣基督再次的临及,再次的降临。 读了启示录的第二、第三章之后,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,耶稣会再次回来, 他一定会再回来。 但若汉在这两章里写的, 就不是一些很开心、快乐的东西。 跟我们平时联想圣诞节的气氛是不一样的。 听了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自在。 就好像,我见你的行为这句说话, 重复出现了很多次。 每次看到的时候,我都会紧张起身。 什么?耶稣见到我的行为? 他知道我昨天做了什么? 我们读下去的时候, 就看到耶稣会审判每个教会的罪行, 责备他们。 同时,他也会为他们坚定不移的信心, 做出来的行动,去安抚鼓励他们。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, 其实不是单单只看到我们不好的东西。 他也会看到我们, 凭着信神的心所做的善功。 那这不是说,我们凭着好行为可以得到永生。 不是的。 耶稣是看我们信神的生命, 带来一些生命的改变, 带出一些好行为, 是跟得救的人相似的。 那是怎样呢? 首先,我们不可以过着挂暗名基督徒生活, 就像杀敌教会那样。 有活着的明星, 但其实是死的。 即是说自己是基督徒, 但是没有过着基督徒的生活。 其次呢, 我们都要紧紧守护我们信神的那个心。 特别在困难的时期, 我们更加不能放弃我们的信仰。 像现在我们COVID-19这个时期那样, 我们更加要相信我们的主, 才是生命的主在。 最后, 是我们要小心这个安逸满足所带来的网络。 我们很容易被它前类而不能自拔, 就像老弟家教会一样, 被神责备。 圣灵跟你在说什么? 圣灵在教会在说什么? 和我们全部人在说什么? 我不知道你们的处境是怎样。 但是在这个将临的时期, 我们可以做的, 就可以一起去省策我们的生命, 让圣灵向我们说话。 好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生命, 就是活得有目的的, 有意义的生命。 而我们也有意义倾听上帝的声音, 愿赐平安的神, 让你们完全成圣。 又愿你们整个人, 令我们身体都得望保守, 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, 愿赐平安。 阿们。